制服黑熊妖 唐僧的袈裟在一座寺院里 被黑风山上的妖怪偷走了 孙悟空翻了个金斗 转眼就到了黑风山 他在一处风景秀丽的山头 寻到一个洞府 只见上面写着 黑风山 黑风洞 妖怪 快开门 孙悟空在洞口叫骂不停 不一会儿 一个黑大汉提着一杆黑鹰枪 怒气出冲地出来了 你是哪里来的和尚 敢在我这里放肆 我乃五百年前 大闹天空的齐天大圣 是不是你偷了我师父的袈裟 快把袈裟还给我 原来是毕马翁啊 没错 袈裟是我拿的 宝贝到了我手上 就是我的了 孙悟空大怒提起金箍棒 就跟那黑大汉站在了一处 两人打了十几回合 不分胜负 黑大汉虚晃一枪 躲到了洞里去了 孙悟空无法 只好暂时先回寺院 第二天 孙悟空就上黑风山 讨要袈裟 他走到路上 正好看到一个蛇妖 拿着琴简往山上去 孙悟空打晕的蛇妖 夺走琴简 打开一看 这才知道那黑大汉是一只曾经的黑熊妖 黑熊妖举办了一场佛衣大会 邀请朋友赴宴 共同欣赏宝贝 孙悟空系上心头 摇尸一变就成了蛇妖的模样 他来到黑风洞 守门的小妖便将它放了进去 孙悟空正得意呢 就有个小妖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大王 我看到蛇大王倒在路旁 这人一定是孙悟空假扮的 黑熊妖听了 拿起黑音箱 对准孙悟空假扮的蛇妖刺去 孙悟空只好献出原形 和他打了起来 两人从洞里打到洞外 从地上打到天上 从白天打到了晚上 我说一句 明天再跟你打 黑熊妖说完又躲进了洞里 孙悟空拿它没办法 隔天一大早就赶到南海 向观音菩萨求助 菩萨 你帮帮我吧 好吧 我跟你走一趟 二人踩着祥云来到黑风山 就看到一个道士捧着两颗仙丹 往山上去 孙悟空故技重施 打晕的道士 并将其中一颗仙丹吞下肚 菩萨 你变成这道士 我变成仙丹 你把仙丹送给黑熊妖 只要它把我吃到了肚子里 我就在它肚子里捣乱 逼它叫出袈裟 好 就按照你说的办 菩萨变成的假道士 顺利地将仙丹送给的黑熊妖 黑熊妖将仙丹吞下后 立刻疼地再踢上打滚 菩萨 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还不快把袈裟交出来 黑熊妖只好交出袈裟 孙悟空这才从它的鼻子里飞出来 nice cat 点击订阅我们吧